适逢中原普渡 吉安湘公所物資捐贈平台 也陸續接獲到愛信的物資捐贈 不少在地廟宇和信仲 也運用民間社會宗教關懷 深入基層來服弱祭貧 將讓游淑貞特別感謝 尤其今年度獲捐贈的普渡救助物資 累積數量是歷年最多的 因此他也代表吉安湘 受關懷戶來感謝社會的善信大愛 吉安湘公所外頭 擺滿了一包包白米 這些全都是宮廟及信徒的愛信 位在吉安湘中原路上的 聖元潭馬府千歲 在舉辦完普渡過後 由鄉民代表江景文局中牽線 特別以無分宗教信仰的熱血扇行 集資捐贈200包 總計400公斤的白米 希望透過吉安湘公所物資捐贈平台 幫助到需要的弱勢家庭 我相信是愛信是做不完的啦 那可能我們的資源也有限 那可是大家可以集資大家的愛心 那希望我們以後可以繼續的延續下去 這些年輕人 我們這些聖元潭的這些年輕人 他們每個都有自己的工作 那可能是因為在基層 所以他們可以知道基層人的辛苦在哪裡 那希望可以把這個愛心繼續的延續下去 今天要來做這個善局 就是講說藉著這種小小的愛心 來能夠刨轉引力吸引更多人說 能夠幫助我們這些社會 很多一些基層的比較底下的 比如說我們自己有飯吃 我們有飯吃 我們有能力了 我們也希望為社會做一點貢獻 所以藉由相公所 他們相公所這邊 所掌握到的需要幫助的人會比較多 所以我們才會說 今天煎了400斤的白米 陸陸續續的說 讓公所他們這邊 能夠去幫助一些比較 平均的家庭 讓大家都能夠有比較好的生活 相長游淑貞除了親自代表家戶受贈外 也頒贈了感謝狀表達誠直謝意 我們這一群年輕人的愛心 他們各司其職 他們在洗車場裡面努力認真 他們在基層的苦力上面奮鬥 但是他們不忘把愛心捐出來 他們用他們的生活費 用他們自己的零錢 來捐助這一次的白米 預住了600多斤 那我想這份愛 我們會藉由公所的平台 轉介到家戶 讓年輕人的愛跟關懷 送給我們的弱勢家庭 來作為一個非常暖心的 親戀愛的分享 我們謝謝這一群年輕人 相公所從29號開始 也已經陸續針對單親及中低收入戶 做好分流防疫措施發放 接續將排定不同時間 不同救助條件 及特殊境遇加護的物資發放作業 讓社會大眾的愛心 傳遞至最需要的角落 記者徐立芹即安相報導 收入戶 得到 任何一員 人 有